這支安打出現也蠻符合兄弟上隊喊出來的利息口號了 不過比賽才來到中半段而已 在七局的上半 孔醫師隊的許豐斌面對到麥特 這一棒打得相當的深遠 打一拳打牆上面是一支二壘安打 麥特其實在五局的上半 他就上場來投球了 這場比賽他投了一右三分之二局 而在這個時刻兄弟上隊換上來的是麥加瑞 麥加瑞面的高國慶 讓高國慶打成內野上空的高國慶球 但是三壘手朱鴻三發生失誤 又是失誤 原本該抓到的初局數並沒有抓到 讓孔醫師隊現在是有了一出局 跑者分戰一二壘的打擊機會 而打擊的陳年紅是獲得了寶送 最後這個外角滑球 並沒有用死陳年紅出放 孔醫師隊一出局攻佔滿壘 中路生總教練決定要再換投手 在這個時刻換上來的是守護神庫倫 兄弟上隊的庫倫在七局上半就提前打卡上班 而他上來之後 第二個球讓劉浦豪打成了投手正面的滾地球 庫倫成功的側動雙殺 幫助兄弟上隊化解了這個一出局滿壘可能的失分危機 雙殺打雙殺守備化解了失分的危機 那今天庫倫在七局上半就打卡上班 要來觀察的是他今天到底能夠投多久 因為他在例行賽的調度大概都是投一局多 最多就是投到兩局 但是季後賽總彎群賽的調度是不同於例行賽的 而在八局的上半 今天統一世隊其實後段棒次的表現相當相當不錯 第七棒的王子松在八局上半一上來吃一隻 中左外野方向的二壘安打 王子松總彎群戰第四分相打擊區 而這個時刻就要看看統一世隊教練團的選擇了 是叫許勝傑擺短棒 不過許勝傑短打失敗之後 最後是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一出局 果實隊在這個半局還有兩個出局數的機會 鄭乃文在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王勝偉又失誤了 火車過山洞 讓王子松現在上到了三壘 而且更重要的是 兄弟上隊還沒有抓到出局數 一出局統一世隊跑者分幹一三壘 對 結果這場比賽 兄弟上單場出現了七次的失誤 而接下來潘姆雄這個右邊方向的滾地球 紀錄上給了一隻內野安打 但是要加計二壘手劉耿欣的一次守備失誤 因為這個失誤讓統一世隊 現在是攻下了追平分兩位戰成的4比4的平手了 陣頭飛掉了 中方4比4平手了 投手 那這樣當然也要增加庫倫的負擔了 一三壘跑者的情況之下 高之剛右邊方向的高飛球 這個距離應該是夠了吧 周思琦把球傳回來 不是傳本壘而是傳給一壘 潘武雄遭到的出殺出局 而本壘這一邊呢 主審認定這個Timing Play 一壘這一邊第三個出局數先產生了 因此三壘上跑回來跑者這一分是不算的 那麼透過慢動作重播再來看一次 這個畫面很清楚的第三個出局數確實是出現在跑者滑進本壘之前 因此這一分不算兩隊依舊是4比4的平手 9局上半了 庫倫還在場上 這場比賽庫倫是7局的上半就上場來投球了 對於兄弟上來來說 這是一場沒有明天的比賽 不過統一師隊在這個半局 許豐斌率先上場敲出了安打 接下來高國慶又是一隻左邊方向的滾地安打 在9局上半 統一師隊現在是無人出局跑者分戰的一二壘 又是一個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我師隊這場比賽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在於得點圈的進攻能力不佳 陳列宏中間方向的平飛球遭到了接殺 雖然打得扎實 但是正向著防守員而去 遭到了接殺 一出局而已 接殺形成了一出局 依舊是一個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師隊要上場的是 劉福豪這個球棒子可以打斷了 三連手朱光森接到這一球 先傳二連要再往一壘送 劉福豪撲下去 但一壘神還是比出了奧鬥 雙殺打 劉福豪連續兩個打數都是敲出了雙殺打 斷送了童一世隊在九局上半 先持得點的機會 不過比賽是一直進行到延長賽 來到十局下半 童一世隊在場上投球 已經換成是大餅林悅平 在一出局之後 他被兄弟上隊的第三棒 周思琦敲出籃打 對 其實今天的先發投手 都督已經退場 他今天算是優質先發 七局被敲出七隻安打 不過就掉兩分自責分 我現在要關心的就是林悅平的狀況了 在周思琦籃打之後呢 他又保送了童正銘 童一世隊選擇要換投手 換上來是林振鋒 要來面對的是陳冠润 陳冠润這一棒打成了中間方向的安打 中外手把球接住之後要回傳本壘 但是這個球經過卡到就來不及了 周思琦滑進了本壘 兄弟上隊在經過延長加賽之後呢 靠著陳冠润的這支再接安打而已 5比4 一分之差 險勝童一世隊 同時也要把戰線延長到了第六戰 5比4 5比4 擊敗了童一世隊 這場比賽勝投是庫倫 他今天投了三又三分之二